用剑篇 孙子曰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 百姓之费公家之奉 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待于道路 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相守数年 以争一日之盛 而爱绝路百金 不知敌之情者 不仁之智也 非仁之将也 非主之左也 非圣之主也 故明君贤将 所以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众者 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相于事 不可厌于度 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剑有武 有阴剑 有内剑 有反剑 有死剑 有生剑 无剑聚起 莫知其道 是位神迹 人君之宝也 因剑者 因其乡人而用之 内剑者 因其观人而用之 反剑者 因其敌剑而用之 死剑者 为狂事于外 令无剑知之 而传于敌剑也 生剑者 反报也 故三君之室 莫亲于剑 赏莫厚于剑 士莫密于剑 非圣志不能用剑 非仁义不能使剑 非微妙不能得剑之实 危在危在 无所不用剑也 剑士未发而先闻者 剑与所告者皆死 反君之所欲击 成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杀 必先知其守将 左右 业者 门者 赦人之姓名 令无剑 必所知之 必所敌剑之 来剑我者 因而立之 倒而舍之 故反剑可得而用也 因事而知之 故相见 内剑可得而使也 因事而知之 故死剑为狂事 可使告敌 因事而知之 故生剑可使如期 五剑之事 主必知之 知之 必在于反剑 故反剑 不可不厚也 喜阴之星也 一智在下 周之星也 吕崖在阴 故明君贤将 能以上智为剑者 必成大功 此兵之 此兵之药 三君之 所示而动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